你怎么来了 你说了那么多 我要是不来 岂不是千里难容啊 再说了 我仔细想想 像霓坤这样的人 是该给他点教训 对吧 我就知道你是个性情中人 来 咱们快点去 请听 行的 行书之后 我请你吃吃叶子 行啊 少废话 快走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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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我看变更多 也comb的 深浓烈 明镜 就足复了 呀 微信 王大师 但昨天 好行 谢谢你 继续 出发那种生意 我们快去看看 好的 你先走吧 我留下来找找门 这不行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留下来 只会帮帮忙 还是先走吧 可我不在心里 你怎么可以丢着你 你一定不管 你怎么了 你还先走吧 我说了不走就不走 要走的话 你们一起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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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是这里传出来的 快 快走 快走 哪 传出来的声音 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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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说 是不是听得更清楚了 听也是没什么改善 不过 我的眼睛好像看得更清楚了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这样的 怎么会知道眼睛上去了 去哪里出了问题 好了 你别管什么药方这件事情了 爷爷今天来是要问你 我问你什么来着 你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想起来了 就是 这还不简单 实在不可以义气 听闻流好了吗 什么 人 人流 不是人流 是闻流 闻流 闻流 没错 没错 国不可一日无君 县不可一日无令 既然不能够在一起 那你们就轮流当吧 县令轮流当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啊 太师啊 这个 这有关于我们朝廷体体制啊 自大明镜以来 从来就没有过 怎么跟人流啊 好 好啦 你们到底要为难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孙女说轮流 准没错 哎 就这么决定了 没得商量的 啊 真的 就这么决定了 真的没得商量啊 那可能有回旋的余地啊 哎呀 哎呀 好 既然太师这么决定了 那我还是吸收一下我自己 我们仨一块轮流吧 不不不不不 你还是顾问 是他 和他 轮流 那我干嘛呢 那我呢 那我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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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人包啊 哎 哎 看着这样的羊啊 换句是我 我也走得远远的了 嗯 哈哈 二位大人 啊 顾问 顾问 你有何会干 啊 刚刚处理完百姓的案子 顺道来看看两位大人 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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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不是如此清闲呢 哼 这些羡羊 会有人来吗 这就来这下跑了啊 哎呀 是啊 真是委屈而为大人了 要换走我 早就能造就了 哎 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不说这苦的花呢 怎么能够守着云开见月明呢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 梅花大人了 嘿嘿 你听说过 野猪不吃细糠的吗 我会处理啊 你何苦做点自己呢 野猪 哎 你信不信我早 哎你来嘛 你就不要嘴上扯门了 想想明天怎么做好县令嘛 我再厉害也没有用啊 住在这种县衙里 哪会有人来报忘啊 哎 对 这种县衙 还用我这毛疯的我 哎 哎 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我真的很想走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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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住到原来的县衙呢 啊 原来的县衙 啊 喂 那不太师不是说原县衙已经年久失修 比这里太差吗 啊 年久失修是真 但是比这差 不见得吧 所以说你读书读得头昏了 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差的地方呢 嗯 哎 事实没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太师不让我们住原来的县衙呢 啊 天太师你看 有太多让人不理解的举措了 哎呀 天太师他人呢都已经是老糊涂了 自己信什么都忘了 你还信他 哎 哎 顾问 你知道原县衙在何处啊 当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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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虽然比不上尼古润的家 不过比我们那个地方已经好多了 嗯 现在我感觉到人生有多美好了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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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太师府了吧 快到了 哎 哎 sayin 哎 啊 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到处都是灰尘 这个桌子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 就所谓功与善其事 必先励其器 想要粘好那衙门的公堂那必须是要达到五星级的标准 你说得不对 来人的 高龙头闸刺 你这吓死我了 不行 我要假装睡一下 压压惊 太师 这屋不适合纠结 对 对 太师 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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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 我 太师 太师 你来得正好 来看看我们的县衙 什么你们的县衙 就是不能做你们的县衙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反正就是不行 可是 这里还像一个县衙 之前你分配备备备的宅子 就是那个公公毛车 我当然要不在哪方面 太师 你一方面叫我们留下安心当县令 一方面要不让我们好好的在县衙里发展 你叫我如何是好呢 哎呀 我这是暂时让你们在那儿委屈委屈 日后再帮你们做安排 那我们两个你可在这里委屈委屈 就这里已经很委屈了 对呀 太师 其实我们都决定留下来了 你就告诉我们实情 什么实情不实情 反正你们早晚会不干的 太师 别过 哎 方卫大人 哈哈哈 到底这个县衙各中有什么隐情 没什么隐情 嗯 太师老糊涂了 哦 对 师父不走 在下家里还有点事 哦 那这周二位大人在乡居一帆风顺 我真不远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就知道你不会说 你很问 我喜欢 各位乡亲 从此以后 我们欢喜现在县衙呢 就重新开大 请大家多多支持 有冤生冤 我一定会为大家 祝福成功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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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这里不是被太师封了吧 什么怎么能不能帮回来了 之前不是好几个县人都跑了吗 不知道这个杜大人和麦大人能坚持多久 我看是最多十 你太难关了吧 依我看 每日他们都坚持不了 我说呀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倒在这里面 什么意思 万一有三成两种 都已经跑了 那倒是 哎呀 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大笨猪了 先睡觉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的房间在那边 你以为我很稀罕你这个房间 我的房间不知道多大多豪华 我是过来拿官司的 你不合身的 你没试过我怎么知道的 你肯定会把他撑破的 你出口伤人的 我说的是什么 我讲的故事给你听 十五岁开始习武 十岁打死狗熊 十二岁打死老虎 你要不试一下 不是 为什么不打我 我要看一下 你能不能帮手 在这里伏击我 现在看来是没有了 请你死定了 曹姑娘 你干嘛 要欺负她 曹姑娘 不用说了 我懂的 我懂的 我又没有说要打你 就一拍成这样吗 这是礼貌 反正我没遇到你 趴下就对了 请坐 好 麻烦让一下 为什么 坐坐 你看 走 请坐 走 走 走 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想问你们 为什么要住在这 我呢 因为我们是陷命 对 这里不是我们该住的地方 还是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呢 对啊 为什么每个人一提到这个县衙呢 都这么的惠获如生呢 嗯 嗯 你们真的想听啊 嗯 嗯 好吧 现在县衙的旧纸呢 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大户人家 嗯 在二十年前 发生过一桩 惨绝人寰的血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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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有病啊 增加一下气氛吧 这又没什么到 继续 嗯 嗯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扶上二十五条性命 全被遇害 可以说是 见真不应 叫定不灵 当时的场面 可以说是 生灵涂炭 泄流成 尿 你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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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ead 你 你 啊 一夜之间全部被杀 当当致命 无依幸免 原来那二十五重命 就是一个圆外加六个家丁 还有十八条狗 对 反正我是劝你们不要住在这了 以免惨在不幸 怎么着 我 我下个推完 我走不动 我吃完饭再走 这个时候你们还笑得出来 一个练武之人怎么会怕鬼呢 不要再碰它 意思就是说我说的你们多不信 不是我那不相信你 草姑娘 只是这个赤手怎么可能有个鬼呢 不是 你如果有的话你只能够出来 让我去 行 不听老人言吃亏下眼前 反正我跟你们说的 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找我 逃过去 我还大了吧 我忍不住吗 我忍不住吗 其实我也是 谁 十万 落荒而逃 二十万 死于非命啊 来 记得早点睡吧 你怎么回事 下巴天出 没拿到 早就知道了 你早知道为什么还叫我去 但是我想测试一下你的智商是不是如我所料的那么低 你还能够低吗 我很低 你很高 那么有本事你去弄点钱回来 不用法我都是有一个 老师哥不要碰他 马上来了 傅老先生 你今天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活动 有什么活动 这个活动厉害了 麦大人 不知道你听没清楚过行善积德这四个字 听说过但没做过 哎呀 那你最近一定周深不适啊 哎呀呀 为你注意说我还真是吗 哎呀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动 会不会是营养不了呢 哎呀 这是太啥太天真了 哎呀 虽然话说那就是同样同森后了 嗯 其实这种症状啊 是因为在你的体内的善心压抑太久了 无法宣泄 所以才周深不适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哎呀 今天大人有服务了 你们我安排了 积善换健康 不用舅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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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时吧 长命百岁 带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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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就算你这个搜猪一行不通的 现在是骗子当道 傻子不够用的 嗯 那怎么办呢 我们 嗯 不通谁呢 啊 嗯 你最近有青龙黎氏吗 嗯 没有 那是你化了绝症 没有 那你的青龙竹马的恋人 是不是和别人结婚了 我根本就没有恋人啊 哎 嗯 那你又没有 我要是有的话 我早就去结婚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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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啊 你不是读书人吗 啊 你写个剧本出来 我来演呐 哎 骗人的东西非君子所为 不行 嗯 哇 哈哈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这是用什么在演戏啊 原来你个头啊 你这写是真的啊 啊 是吗 哎 走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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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看大夫吧 嗯 哎 mogą 你们還有什么 我可以 你拍假 reap 没有 和你 经厂化检查 那 topic 都是奶啊 所有就有吗 好 来呀 董老板 你看 董老板 董老板 你别哭 出门人家董老板 人家怎么做生意 老板 何必给你行 我打怕他走 谢谢 谢谢 别浪费 游得去酒 有个乱兔吗 谢谢 老板 好 再给点 怎么了 衣服过来 太师 太师 这大人 麦大人 你们来得不凑巧 老夫正准备打到回府了 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你看一下百姓们 大家都会绝症患者 摊开解囊 那是你 谢谢你们这么关心老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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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有点节操 不好 你全是捐给他的 一定 可是 可是 老夫也已经年迈 日子也不多了 但是 你看你红光满面 说这话太没诚意了 你看看他 这不怪你们自己 是让你们猪到县牙里头去的 你这跟猪县牙有什么关系 对 其实 我们是通过星期县牙来挺县 欢喜县 又更好发展 好难 那 你的意思是 那真是明百姓 对 天心 天心 我突然浑身发软 头晕 扶我挥饭 我都换你了 没关系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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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这太师明百是庄的 喂 这些百姓 你不要放过 你去收拾他们 还我去追太师 那你加油啊 追太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两个人怎么跑得那么快 一个七老八十了 一个又一直在吐血 真是奇怪 胖子的血 News 我的天哪 Não reclad alumni 你们会这个死了吧 你不要死啊 我一定客气先烈啊 没有我的 então 你不可以这样就死了 再说了 人生辛辛苦苦半辈子 好不容易 听到我临死这一天 是不是应该好好安排一下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你三个 你一定会的 他好了 再说 你不要动 我都说了不要动了 我是不会让你的尸体 半截大跌上去 你看 混的半截 好不丢人的 你放下来 小姐 我说不会让你死 你安排 你一定会让你死 小姐 你一定会让你死 你不是把那个医护的来死 你怎么能 你在干嘛 你怎么急救 急救 你是在偷杀吧 你是在偷杀 把这个抬进去 胖子胖子 你看看你 你弄在医卦门外 真是幸运 幸运你帮不走 走 走 对 你要不要也顺便看上病 我们现在搞约会 第二位半价 我先强力做 又看病 这么大了 你小心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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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你小心一点 你总是不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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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打我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炸射呢 我怎么咋疼 我好痛 你好了 又是你救了我 是啊 的确是费了我不少力气 不过好歹是把你的小命捡回来了 这内伤倒是好说 关键是这胸口和这脑袋的外伤 太好治疗 都怪那个肚鸣疼 他人呢 快去隔壁找我爷 这甜太失去了 大夫的医馆能在太师府里面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那位太师 他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身体就很不好 于是呢 就专门聘请我 当他的私人大夫了 那我师父大病大咯 我请到太师的私人大夫 你来看我的病 难怪难怪 药造病除啊 不过那个喝了你的药以后呢 我的伤啊确实已经好了 很好啊 很好啊 只是这偶尔有时候就会 哇 不可喜啊 这 我再给你看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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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公子啊 我刚才为你检查了麦相 发现脉相平稳 看来 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了 哦 那就好了 那就是说还剩下三三两两就好了 啊 啊 啊 是 只剩下三三两两了 哦 这样吧 我 针对你这个痛血的症状 哦 重新给你拍个药方吧 哎 好好 谢谢 嘿嘿 用了紫药啊 包你药到病除 嗯 嗯 知病之一呢 还能强身健体 嘿嘿嘿嘿嘿 想不生龙活虎 都难 嗯 你在干嘛 别动 有 啊 这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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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滚了 不要滚了 死了 没事 我借我还给你 你还给你 不要滚了 不要滚了 难道你是 不要滚了 小姐 你没事吧 把眼睛睁开 你都知道你一定喜欢不要滚了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劲 你在找的 说 你为什么突然受刑大方 要飞离我们家小姐 你真的是冤枉 我刚刚是帮她装蜘蛛 我怎么会知道 是女的 你又为我怎么做人 为了倒是有赎罪的诚意 我就委屈一下 把我宝贵的第一次献给你 居你过门 别说了 想不到 我看你还是四插双目 你信天下吧 这真的不能怪我 这好多人的那个姑娘 怎么会扮成男人 而且还扮成大夫 驾驶一致连行诈骗之时 我没有诈骗 我真的是帝离道道的大夫 我的几个师傅 可都是宫里的太医 那你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 我 虽然我是精通义理的 但是无奈我是女儿身 人家都不愿意让我给她们看病 没办法 我只好扮成男儿章 谁知道 我第一天扮大夫 就一顿问你 可是你说你是太师的御用大夫 难道说太师也不知道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算了 算了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田太师的尊女 好 我从小呢 就跟着我爷爷 他在京城为朝廷做事 小时候我体过多病 经常让宫中的太医来认诊 渐渐呢 我便对齐荒之术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就立志 以后一定要悬壶济世 直到三个月前 我爷爷告老还乡 我再跟着他回到家乡库里来的 嗯 可能是这样 我 既然 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刚才你 你 你废离我的事情 我也既我不救了 你不会 不会让我给你治病的 我没那个意思 千万不要着急 你这是能力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 你知道吗 为何 在医病的过程中 临时更换主治大夫 就好比两军交战之际 临近更换主帅 那是有冒极大的风险的 现在呢 你只是闲来无事 吐几口血而已 可如果 你不继续信任我 随便换个什么坑洞大夫的话 说不定 你就会 会怎么样 你别笑我啊大夫 小泽 抽出痉乱 大泽 心神俱死 静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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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全身瘫痪 求生 救死 救死 姑娘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那好 真对你这个 痛鞋的症状呢 我重新给你开了机药方 吃了这个之后啊 保证您叫做病除 既然拿到了手呢 我感觉我的臂已经好了一半了 我把这些烟药给你 你收起来 你扮男装 更帅一点 小姐 小姐 我看她啊 脑子里的病 比身体上的还严重 准备 麦大人 你这药方还是有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告诉你 开这幅药方的人呢 就是太师的孙女 田小姐她所开的 我知道 一看自己我就知道了 嗯 就是因为是田小姐开的 所以才有问题啊 什么 是啊 一般人啊 我还不告诉她呢 难道喝了之后 还会吐血 难道不会 不会那不就 没事了吗 那就赶紧抓药啊 赶紧赶紧赶紧 哎 这可是你说的啊 哎 哎 反正啊 你在那个宅子里 又活不了几天了 喂喂喂喂 喂喂喂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就是 外男人 最近心眼里 可有异样啊 你是不是想问 有没有弄鬼啊 没什么 就是 外男人 最近心眼里 可有异样啊 啊 你是不是想问 有没有弄鬼啊 哈哈 你正打眼睛看看 笨献他你 游戏是那么的逼人 有鬼出来也被我吓跑啊 是是是是是是 您说的对 我拽药了啊 哎哎哎哎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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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你这世上有鬼啊 我才不相信有鬼呢 我说你啊 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的话 我宁可相信 那些鬼呢 只会侵犯那些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一面过剩的人 说白点呢 就凭你 我 新冠上这三八伙 不知道有多忘啊 有鬼 你一只碗就砸死他 谁在那里 是你心虚了 根本就没有声音 你杀了一个隐形人以后 当上了献命 所以你像心虚 我心虚 光与磊弱 正所谓欲神杀神 我杀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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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整个县衙现在就只有这一把菜刀啊 小心点用啊 走啊 小心点用啊 只有这么一把啊 其实我们衙门破成这样 是鬼都不来了 你还说 你赶紧想办法找点钱回来了 我早就想到办法了 如果你找到钱回来呢 你说什么东西 你说的 那好 要是我找不到钱回来 你说什么东西 好 一言计出 四马南锥 杜大人 我要见你一会儿 是 请吧 哇 哇 精灵剔头一点瑕疵都没有 价值连城啊 像鸭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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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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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不废呀 哎哟 哇 想不到 黎昆这个家伙家底这么丰厚 看来从他身上拔点皮毛 我想了应该不成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作大人 哎呀 哎呀 这不是县令大人吗 清风把你给吹来了 哈哈哈 既然我们都是自己人了 那我就不用 饶丸子了 哎 我此次前来 你知道 所为合适吗 知道 不就是钱的事吗 说完快 那不就让尼姑 这可捐多少给我们衙子呢 一千两 那我真的要代表欢喜些的百姓 谢谢你 是一文钱都不可能 你也不在镇上打听打听 我尼昆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也不怕你笑话 我尼昆是本地出了名的铁公鸡 一毛都不把 其他的事都好说 至于钱 面谈 你不问 你还会说笑话吗 没有 其实那个钱我们不是白拿的 我们牙人会跟你写欠条的 线条 能换饭吃吗 是不的 但要是你饿的话 你别啰嗦了 松科 杜大人请 还没说完 你别客气 来 钱都大 走吧 杜大人还没说完 走 不送 走 你们把大门看好了 别再让闲杂人等进来了 是 瞄起来 这种素质也能当镇长 难怪就苦瓜镇呢 他当镇长 百姓不活才怪的 你看他那个面下 不就肯定他是奸诈狡猾 对啊 你偷他的 岂不是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不能 abi 乡 不 农找 离不 你 不 你 从 怎么回事 看你这晃真眼 不就是打了个花盆吗 吓死我了 谢谢 草官 你真是我声音说的贵人 不知道在下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吃顿饭 也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现干为敬 草姑娘 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用了名的哀伤起来 总觉得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好复杂的情绪 没感觉 以前我也不曾有这种感觉 只不过当我当上现任之后我发现我肩伤的胆子震了 我的心是多了 仔细想想我是一线之县令 所有百姓的幸福都在我手上 所有百姓的幸福都在我手上 我怎么能不考虑这无权呢 可是没有想到 当我第一步还没踏出的时候就遇到这么大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 我帮你 你是不是知道 其实我的欢喜线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可是我发现县衙里面一文钱也没有的时候 那我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初 你想想 就算我杜云腾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不能光靠我的想象去建设欢喜线吧 对 所以我就想到了前任阵长倪坤 我想他加大业的应该可以给我一点帮助吧 没想到他对着跟我说他是权限有名的铁公鸡 然后把我赶走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别仔细想想 堂堂一个前任阵长 怎么可以一点有过有名的意识都没有呢 对 我觉得这倪坤他愿意出来帮助你呢 当然是好的 但如果他不愿意帮助你呢 你是正常的 这个人都是自私的嘛 对吧 你没去他家看过 那叫一个金币辉煌 所以我严重怀疑他当成长的时候有严重的贪污行为 这么多人都看不出来 那我们就更想不能不信心了 如果他真的贪污了 我肯定会留下证据的 我想只要能够拿到这么贪 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也许吧 不是也许吧 你觉得 你还没有这么看过我 草姑娘一眼瞎你 有没有想过为百姓做点事情呢 这话还没意思啊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套账本吧 哎呀 自古有侠导之说能解负几天是何等光明的事情啊 哎呀 得了吧你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可干不出来 要跟你自己干 那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干 只不过 如果一个人可以为百姓造福 而他却置身部外的话 是不是有点不合理 就算真的合理 是不是有点不合情啊 啊 当然 我不会逼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只不过这种迷腐套那本这一步 对你来说 根本就如同他能取莫那么简单 到时候我再让尼昆把钱吞出来 这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们再用那些老百姓的钱建设欢喜线 何乐而不为呢 诶 杜大人 我就是个打猎的 这么伟大的事情 当然像你这么伟大的人去做了 是吗 这饭我也吃了 我先走了 那 你可能这个侠盗啊 这能我来干了 我最好 我来干了 乱 Hun 我来干了 当她整理 我说 我来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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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来干了 我来干了 一 wusste 吗 还不了 我来干了 我就知道没人躲得住 你 谁 谁 谁啊 走 曹姑娘 你怎么来了 你说了那么多 我要是不来 岂不是欠也难容 再说了 我仔细想想 像尼昆这样的人 是该给他点教训 对吧 我就知道你是个性情中人 来 咱们快点去 提提 行的 请说之后 我请你吃烧叶子 行了 少废话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isés 好行 谢谢你 继续 出发那种生意 我们快看看 好的 你先走吧 我聊下去找正本 这不是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走下来只会当大忙 还是先走吧 特别在心里 我怎么可以跟着你一个人不管呢 走了 你怎么了 你还先走吧 我说了不走就不走 要走的话 我们一起走 你跟个人怎么那么红呢 我想问你没事吧 行了 别骂死我 快走吧 你快吃错东西了 不然你跟个人怎么会那个红呢 你才是这么东西的 走 还是这里传出来 来 哪儿传出来的声音 啊 用贼 用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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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给你打过的毒 不再说了 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下三烂的卑鄙手段 抓住了尼昆的把柄 我堂堂江湖中的正派人士 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我这不叫做卑鄙 这叫做智慧 像你这种智力余额不足的人呢 你是不会懂的 再说了 你说你自己是江湖正派人士的吗 但是如果你言不行行不果的话呢 那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就会有很低 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别人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 我拜托你 一定要坚定你的立场 不要自觉与百姓和朝廷 打托你了 您的点心方好了 谢谢 谢谢 这些都还没有吃完 还是不要了吧 又不是买给你的 你接账 不动 我接账 那不要浪费好了 你来干嘛 我特地来谢谢你的 带了一些小点心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为我以身涉险 到你府头正顾 谁为了你 再说了 这没没有找到 谢我干什么 这一步 没有找到 没有 那也没关系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什么意思 就是一昆他真的以为 账户在我们的手中 他不会那么傻吧 当然没那么傻 可是也没有我那么聪明 那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让他相信 账户在你手上的 还记得吗 你不是跟我说过 迷魂贪腐尽人皆知吗 所以我就问了一些百姓 就知道他谈过了些什么 虽然我们没办法知道 确切的数目 但是只要我含过其词一番 他心中有鬼 就肯定会上钩了 没想到 你还挺有能力的 当然了 你要是想崇拜我 现在还来得及 谁想崇拜你 那也别摧残我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一句话不说就送我一脚 好伤人的 那谁让你之前对人家说这样的话 那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总不能把你丢在那 说得好像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似的 当然有关系了 灵尽他经常的追杀我 你呢就总是玉国云天的出手相助 就小声与死地 那我们就是生死之交啊 而且 我都云腾 心怀天下 人心人德 一直都想教训离婚这个混蛋 而曹哥的你就是金国英雄 侠干一胆 遇到事情呢 就会倾身而出 义无反顾 在你替我出去之前呢 咻 我们都是同情同德 同招共计的 那我们就是 那是我女只脚狼 所以你说我们又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那我就斗胆要求 我是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白齿干头干净 停 我劝你 还是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爹马上就要来了 我还会再联系你的 你还不走 小心我又想把你踢飞 不用了 我恐高 是那边 对 我得从那边回来 从那边走了 你又救我一命 生死之将 女儿 爹 你回来了 嗯 有一股不属于这里的味道 爹 你来 吃点什么香味 还是女儿童鞭 好吃 好吃 你就多吃点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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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病 你现在什么身份 一个过了气的阵长 凭什么让你拿钱出来怎么受性格 我告诉你 想让我拿钱出来那是门都没有 夫人 我们不出钱 只是先垫一点 垫一点 嗯 让我们垫钱 还是垫钱给官家 我可不答应 夫人 我们有把柄在人家手里 你 这不丢了你 我吗 哎呀 所以啊 小西使的万年船 这不是我怕被他们查呢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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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其实我 是另有盘断的 嗯 什么盘子 你不许再打我 好 不打你 哎呀 又不许听不清楚说什么 啊 嗯 真的 比真� deux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哈哈 哈哈 虽然呢 是冒那么一点点风险 嗯 可是这个回报率呢 还是挺高的 对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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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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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死在这边了吧 谁死了 看到我还没死 你怎么说 你真没开玩笑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杜大人他 你说一条失望的告诉 他也没死 还是好好的 麦大人 你老是周恩在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来送钱给杜大人的 杜大人是你祖宫 你为什么要送钱给他 不是跟我 我 我就是那麦大人您的 对 那就 给您他这边 好 李克强 行 快快快 麦大人等着了 快 来 别怕什么 大白天的 不管要睡觉 没空害你们的 进来 快点 别让麦大人等急了 你能查验一下吧 请 那么大箱子 那么多人还不知道还有一万两 swords 行事要浓重一点 走 行事要浓重一点 走吧 太漂亮了 洋葱 一层一层的 于谷 不是说一百两银子怎么会很有银头呢 麦大人 你到底懂不懂江湖的规矩呢 借人得先充三分七 你跟我借一百两 我给你九十七两有错吗 这位是县内 我猜到了 不是一家人不就一家门吗 不过这一百两不是你们友情赞助的 为什么变成县衙向你们借的了呢 算朝廷借的 说快的是朝廷 对 我乃朝廷 你们真能赶在我面前占国家的便宜 麦大人 您强调激动 反正以后朝廷会拨款下来的 拨款是拨给衙们不是拨给你们的吗 麦大人 若是说县衙界的话 朝廷才会拨款 竟然朝廷会认为咱们县衙能够自作自作 所以要先写字去 这样朝廷才会知道本县的困难 以后就会多多的拨款了 你也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快告诉我 我现在最需要听到好消息 走吧 咱们的账簿 找着了 找着了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永远都送进去了 你跟我说帐不找着了 这 赛翁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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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翁狮马